小朋友 你们好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 小马过河 马棚里住着一匹老马和一匹小马 结果老马对小马说 孩子 你长大了 能帮妈妈做点事业去吧 他说 怎么不能 我很愿意帮忙 老妈高兴的说 那好吧 你把这包口袋拖到牧房去 然后听妈妈的话 把口袋拖到牧房去 然后他就想向前的 往前飞快的往前跑 结果呢 一条河打着去路 然后呢 结果呢 结果他说 如果妈妈在身边 问他多该多好吧 他看 他在在小河边逛逛 他看见一头两老牛在河边吃草 他叫小马连马跑过去 他说牛伯伯 他说牛伯伯 这条你说 你可以说说 这条河 我能不能过去呢 他说水很浅 那个小腿 能过得去 然后就听了老牛的话 在河河边去过河了 突然 一只丝红手丛 从河边跳下来 他说 他说小马 他围住他说 小马 别过河 小马说 水很浅吗 他说 宋子说 伤得很累 昨天 我有一个伙伴 到了这条河里淹死的 然后呢 他连忙说住 角落 他说 嗨 还是回家 摸摸摸摸妈妈吧 他说 小瓜就飞快的 回家了 妈妈说 怎么回来了 他说 一条河 打住去路 我 我过不去 妈妈说 那条河 不是很浅吗 小马说 是啊 牛伯伯 也这么说 可是松鼠说 水很生 还淹死过 他伙伴呢 那河 那河 到底是生 还是浅呢 那河 你想过 他们的话吗 他说 没 没 没想过 他 他说 你 你 你光听 别人 别人说 自己试试 是不行的 妈妈妈 小马 就听了 妈妈的话 就飞快的 往前跑到河边 去安心的 去吃蛇 结果 松鼠又从水上跳下来 他说 走了 你不要命了 小马说 水很深 水 水很浅 那我试试吧 这河呢 不像牛伯伯说的那样浅 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伸 所以呢 小马就穿过河 被快的 跑走了 分享完了 请不吝点赞 再关